啊 爸 啊 天下风云出我背 一入江湖 岁月催 作为江湖 就是你在一抹黑的冬夜 对着雪地撒尿 一夜 一夜白雾生起 嗯 那是尿骚的滋味 哈喽小伙伴们好呀 欢迎收看来啊官人 我是陈鱼落雁赛貂蝉 单身一人多少年的娘子 今天娘子给大家带来的 是一部韩国经典喜剧电影 《我的老婆是大佬》 在见不着却广为流程的江湖上 一直有着这样一个传说 那是一个犹如拉西的语言 两个黑帮小伙 被另一个帮派的人围堵 因为寡不敌众 两个小伙很快就败下阵来 就在这时 一柄飞刀从远处飞了过来 只听一黑一声 几个敌人应声倒地 众人随着飞刀来的方向 回头望去 一道闪电 照亮了那个拿着飞刀的少年 天下无功 无功不破 尾快不破 还没等这群小混混过多反应 少年手中的刀 咻咻的又飞得出来 随即又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 接着少年冲向人群 一一倒十 救下了两个小伙 镜头一转 黄毛带着小眼来拜山头 而刚才的那个传说 就是黄毛告诉小眼的 第一次来拜山头 小眼显得有些紧张 可当他来到了大哥的办公室 却发现 屋里坐着一个女人 这件女人连头都没有抬 就吩咐小眼去厨房杀鸡 年轻气盛的小眼 当时就怒了 你他妈谁呀 你跟谁俩呢 话音刚落 小眼就被人打翻在地上 怎么跟大哥说话呢 小眼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传说中的那个少年大哥 是个娘们啊 女人名叫镜香 是这个黑帮组织的二把手 人称妙里十三妹 因为老大最近去度假了 所以现在组织里大小事物 都是镜香说了算 镜香还有一个姐姐 妈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相依为命的姐妹俩 就被送去了孤儿院 可是不久姐姐就被人领养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姐妹俩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这些年来 镜香一直都在寻找姐姐东梅 庆幸的是 前些日子还真被她给找到了 只不过此时的东梅已经身患绝症 镜香在医院里 见到了多年 未曾见到的姐姐 时隔多年 却恍如隔日 镜香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希望能找到一切办法去救治姐姐 可是身患绝症的东梅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所以就对镜香说 妹妹啊 接的事件不多了 林四倩 我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能起烟看住你结婚 有一个好累鬼祖这样 镜香听后当即表示一定满足姐姐 可是镜香一想又不知所措 作为黑帮的二把手 天天跟一群男人混在一起 早就养成了大大咧咧 十分彪悍的性格 别说搞得馅儿了 就从来没有哪个男人敢进他的身 没有办法 镜香当即给小弟们安排了一个任务 快赶紧给老娘找个男人去 要结婚的那种 荒猫见状就弱弱的问镜香 结婚这事啊 讲究两厢情愿 是急不得的 就算相亲也得有个过程 再怎么着 也得一步一步的走 正所谓人靠衣裳马靠安 娶到娘子 爽翻天 想要获得男人的喜欢 首先得把自己捣吃的先个女人 于是镜香就让黄毛给自己找了一个会打扮的妹子 给自己包装了一下 就去相亲了 为了能让相亲顺利进行 让镜香一举迷倒相亲的男人 妹子还叫了镜香一个秘书 男人啊都喜欢海螺姑娘 总结起来 就是三个要求 打拨了 镜香经过反复练习 但怎么看都像是马东梅骑出头标枪 所以没有悬念的 在相亲的时候 直接把人家一家人都给吓跑了 相亲失败后 镜香就寻思先去医院看看姐姐 可停车的时候 却遇到了两个骂骂咧咧的老男人 还要去 这小别只长得挺东西啊 面对男人的辱骂 镜香上去就跟俩人干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看到了这一幕 哎呦我操 俩男的打一个女的 这还是人吗这 于是他就连忙冲过去帮忙 结果 正所谓 自古英雄救美女 日后必定又闯戏 小弟们也深知这个道理 于是当即安排男人 跟镜香来了一次相亲 毕竟人家救过你一次 那不得以神相许吗 更何况不是单身狗 谁会闲着去救人呢 说起这个男人啊 也是巧了 男人名叫旺财 也是单身多年 手都磨出桨子了 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滋味的主 于是在众人的安排下 两个人一排即合 像他们做梦一样 镜香急着完成姐姐的梦想 姐放双手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完成了婚礼 正所谓 花好月圆 洞房夜 广播体操 不宜迟成了夫妻 旺财就想赶紧把这事给做实了 毕竟都快生锈了 可镜香却并不打算给她 自己结婚 不过就是给姐姐演一出戏 所以镜香总是躲着旺财 不中不中 今天此事不对 不幸不幸 结果讽睡不好 不仅如此 镜香不跟旺财鼓掌就算了 那睡觉的时候啊 还打呼噜 那呼噜大的呀 让旺财的大姨父都快来了 不久镜香的老大回来了 因为最近白头帮派那边总是找事 可镜香却只顾着忙着结婚 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老大一生气 就熏吃了他一顿 心情郁闷的镜香 带着小弟大头喝酒去了 还处于蜜月期的旺财独守空房 像个小媳妇一样 老憋屈了 好不容易把镜香等回了家 人家倒头就又睡了 自己准备悄悄凑上去 动手动脚 又被迷迷糊糊的镜香一脚给他打飞了 韩国作为中国文化的窃取者 跟中国一样 婚后亲友来撩锅底 那是必不可少的 可镜香哪会做饭呀 所以当旺财带着朋友回到家 一看都懵了 更可怕的是 镜香在叫旺财同事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粗话连篇 哈喜吧 一加一都他妈的等于几 你都不知道 你啊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 这让旺财掩面扫地很没面子 张口就是对着镜香一顿出出 就在这时 镜香接到了医院的消息 说姐姐快不行了 赶紧的吧 镜香很难过 原本想在有限的日子里 多陪陪姐姐东眉 可姐姐这时却又有了新的愿望 妹呀 姐姐希望 在有生之年 也能看到你当母亲 好好照顾你的孩子 有孩子的生活 那才叫做真的生活哦 镜香当时都懵了 我 我咋生啊 可吃给你弄一个呀 没有办法 长兄为父 大姐为母 您说了算 可这生孩子肯定需要旺财来配合呀 问题是 镜香又不是那种会好生好气求人的人 也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 作为一个黑帮里的大哥 镜香的行事风格就是 话不多说 直接做 于是就在当天晚上 镜香一个过肩甩 就把旺财给摁在了床上 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但是这怀孕吧 也不是说你想怀就能怀上的 为了命中率高一点 也为了尽快完成姐姐的愿望 镜香就各种打听 如何才能让怀孕的几率更高 就比如在电梯里 在餐馆 这些地方 镜香都要拉着旺财去试试 而旺财也根本就没有说不得全力 只能任劳任怨 整天像个小媳妇一样 当初想要他不给 如今要的泪断腿 把这些年看来 官人的所有经验都给用上了 用尽了毕生所缺 差点 人亡 与此同时 白头帮的那帮人又闲不住了 找来一帮人要跟镜香闹事 交互规矩 那一定得是单挑啊 作为传说中的那个女人 镜香被要求立下生死状 跟对方的刀哥单线solo 最后两个人 选了一个山清水族的地方 打了一架 结果 当然是拥有着主角光环的 女主镜香印象的比赛 但是他没有杀掉刀哥 而是手起刀落 只听 哦吼 一声 刀哥就变成了太监 这件事结束不久 镜香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 于是他连忙跑到医院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姐姐 姐姐很高兴 还嘱咐镜香 现在你婚也结了 孩子也有了 以后要跟旺财好好过日子呢 姐姐的嘱托自然是要听的 不过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 镜香也确实看到了旺财的好 于是他听见了姐姐的话 决定改善跟旺财的关系 他给旺财打电话 让他早点下班回家 有惊喜 旺财听到后很开心 嘿我就知道 只要功夫足够深 铁棒总能磨成真 于是他专门买了花 想给镜香一个惊喜 而镜香也准备把自己怀孕的事情告诉他 他没想到 正当我以为接下来的事情 只能打马播出的时候 旺财却愣住了 是的 他看到了镜香背后 左青龙右白虎的纹身 镜香见事情败露 也并没有隐瞒 而是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自己是黑社会大哥的身份 但是对于自己怀孕的事 却只字未听 财儿 我是个社会者 我知道我不配上你 我不配 不是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如果你想离婚 那就离婚吧 但是 我只希望你能再等个一年半载的吧 等姐姐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好吗 旺财知道后 内心是崩溃的 我说你这个时候 是让我说好啊 还是不好啊 我说不好 你敢保证你不弄死我吗 你都说你是社会人了 我还能咋地啊 电影的故事啊 永远都是那么的寸 俩人这边摊牌没多久 金香的姐姐就去世了 不仅如此 金香的左膀 又比黄毛也被白头帮的人给捅死了 当怀之音的金香 赶去给黄毛报仇的时候 又差点让对方给打死 最后还是老大及时赶到 才救下了金香 当身负重伤的他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孩子也没了 旺财知道以后怒火中烧 打我的老婆 还弄死我的儿子 这要不发表 自己就真成缩头乌龟了 于是他拿了一桶汽油 跑到白头一群人所在的包间 二话不说就朝他们扑过去 接着拿出了打火机 做事要点火的样子 这群黑帮健庄都吓坏了 就在白头不知所措的时候 原本开心的庆祝 被旺财打断 白头那叫一个不爽 所有男人遇到烦心痴的第一反应 就是点上一支烟 白头也不例外 掏出一支烟 打算排解一下郁闷 这边两个人刚准备开口提醒 那边专门负责点音的小弟一眼 几手快就把火给点上了 然后轰的一声火 一下就烧了起来 一屋子的人烧得金光 旺财报了仇 也成了小尾尔口中的 黑帮传说人物 从前老师巴交的旺财 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呃他成了那个 给清香递刀的男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非常荒诞的韩国喜剧 可能是我这段时间 看过最好笑的电影了吧 呃其他的不想做评价 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哪天娘子突然自爆 说自己也是个大哥 抠脚的那种 你们害我吗 嘿嘿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是美丽可爱一机包的娘子 这里是来呀观人 喜欢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